先上配置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R9000X的2022的入门款 6800H加上6600S的组合 相比Y9000X来说 只有CPU和显卡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标配的电源只有170W 看来整机的功耗不会很高 实际的游戏表现会怎么样 我们马上来看看 首先来看CPU部分 这次R9000X2022搭载了AMD R7 6800H处理器 和上一代5800H最大不同 还是在架构的升级 最新的Z3加架构 这重工艺从7nm升级到6nm 虽然依旧是8核16线程 但主频拉到了4.7GHz 还补齐了PCIe 4.0的支持 另外核显则用上了更强的RDNA2 680M 整体看下来 6800H是对5800H的查缺不漏 根据我们的测试 R9000X2022这颗6800H 单烤功率为80W 峰值91W 符合官方的数据 CPU的现在释放还是要强于小型Pro16 和R2米Book15的 而相比较上一代R9000X 2021R来看 虽然温度依旧是100度 但主频提升非常多 来到了4.0GHz 那由于6800H在核心架构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只是拉高了主频 所以这部分跑分和5800H变化并不大 平均提升在7%左右 性能表现更接近于11800H 想要有更大的性能提升 我们只能期待Zen 4架构了 虽然CPU性能提升比较有限 但PS的基准测试分数也并不低 PCMark10的分数也非常接近12700H的机器 说明大多数情况下6800H还是很够用的 创作类软件涉及渲染的PR分数比较低 这时候与AMD的显卡不只是库打力加速 看看就好了 接下来看显卡部分 R9000X这次的R的很彻底 全部搭载了AMD的RX6000系显卡 我们这台是入门款的RX6600S 拥有28组计算单元 1792个流处理器 4GB的LPDDR6显存 满载功耗为80W 3DMark的各项跑分指出 它的水平游走在3050Ti和3060之间 80W能有这个表现 还是很让人期待它的游戏表现 我们测试了它在独显直连模式下 原生分辨率的表现 LOL CSGO和DOTA2这类网游 肯定是毫无压力 原生分辨率下 可以直接开最高画质去玩 那吃鸡类游戏测试了 永结无键 APEX和PUBG 在原生分辨率特效全高的状态下 想要流畅完 基本上要调整到2K的最低画质 而永结无键会更吃力一些 还要再往下调一档分辨率 才能跑满屏幕的刷新率 3A游戏上我们测试了 2077控制杀手3 刺客信条奥德赛和拱木利盈 直接上结论 想要流畅完3A特效全开 基本要降到1080p 才能保证一个60帧的流畅性 像杀手3和2077 让支持AMD FSR的游戏 可以在2K分辨率下 实现全特效60帧 当然6600S还支持光线追踪 只不过这个帧数就比较低了 不建议开启 整体游戏测试下来 可以感觉到 结论和我们上次测试的 100瓦的3160比较接近 大多数吃鸡游戏在原生分辨率下 需要开最低画质 3A游戏则要降到1080p 才有比较好的可玩性 所以这次RX6600S的表现 还是令人满意的 至少和跑分的预期是相匹配的 当然这次测试中也有小插曲 在开启检测软件后 运行Apex这款软件 出现了蓝屏重启的情况 应该视AMD的驱动为点小问题 解决方法是在运行软件后 再打开检测软件 可以规避这一情况 性能部分我们可以双烤做个结尾 我们手上这个版本 标配了一个170瓦的方口电源 实测双烤做到了131瓦 好像比Y9000X还要高一点 Cmin的最高温度为45.8度 位于电源键附近 键盘区域最高温度为37.2度 位于键盘中间 接着我们来拆机 拆开后可以看到 内部结构相比Y9000X基本一致 是5热管4出风口的设计 中间最粗的一根为10毫米的3DMesh热管 需要给的好评的是网卡硬盘 都分开摆放了 不会出现热量堆积的问题 金属后盖上又有相应的硅胶垫做导热 这次依旧是有8G的板载内存 出厂频率为4800MHz 分数如图 固态硬盘来自三星 是一块PCIE4.0的盘 速度不错 网卡为AMD与联发科合作推出的 WiFi 6E网卡 最后回到外观部分 其实R9000X和Y9000X是完全一致的 详细的外观介绍 可以看我们这期视频 CNC金雕加抛光拉丝纹理 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体的气质 在轻薄游戏本中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这个模具唯一的缺点就是重量比较重 没有和传统游戏本拉开差距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 R9000X屏幕的转轴支持180度开合 之前Y9000X的视频里有说过 转轴有点紧 从单侧翻屏幕会有些许变形 但这次R9000X不知道是不是有优化 明显比Y要好一点 另外我还关注到 联想在Pro16和RY9000X中 都加入了磁吸盒盖的设计 能非常有效的增加开合盖的品质感 同时也能避免在背包中 因晃动而唤醒机器的情况 值得表扬 R9000X的电源键同时集成了指纹识别的功能 在灯午时会绿灯闪烁提示您使用指纹 同时它还支持一键解锁开机 无需二次指纹识别 还是很方便的 R9000X的屏幕面板来自滑行光电 型号如下 面板参数和2122款的9000P是相同的 16比10 500尼特峰值亮度 165赫兹刷新率 高色域等等 而且有着极高的屏占比 颜值还是很高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R9000X的屏幕实测数据 R9000X2022的键盘部分 相比上一代有非常大的进步 键程更长了 敲击手感更加舒适 已经非常接近拯救者游戏本的感觉了 但是还可以做得更好 最后来看接口 数量和布局基本和最新款的Y9000X一致 背部少了一个USB-A 左侧两个C口为全功能Type-C 支持PD供电盲差 配合拯救者135W的PD电源 是能达到135W的 不过目前C口有关机充电 无法握手PD协议的bug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提交给联想了 据说在下个版本中修复 建议大家买到手之后 第一时间去更新BIOS 续航部分 R9000X2022有着99Wh大电池 独显仅支持直连和混合两个模式 扬声器部分依旧是哈曼调音加上纳美音效 扬声器部分依旧是哈曼调音加上纳美音效 R9000X2022应该是我们目前评测过 含AMD量最高的一个游戏本 就连无线网卡也摆脱了X200系列的支霸 这个RZ616是AMD与联发科合作研发的 戏能参数基本都是和精品一样的 想想幻影15上的X2012就非常尴尬 虽然独显RX6600S是最入门的型号 但实际游戏表现是远超3050Ti直逼3060的 当然这里不包括酷打加速和光追性能 买来玩游戏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所以结论说到这里你应该很清楚 R9000X它就是一个游戏版 打游戏是它的本质工作 买来创作就不是很合适了 最后这一代R9000X最大的遗憾 就是重量上去了 为了CNC金雕机身所做出的妥协 使得机身三维相比R7000P没有特别多的优势 但相比R7000P它有着更好的屏幕 更强的游戏表现 更好的做工 700元的差价 你会选的谁呢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对你的选购有所帮助 觉得不错的请一键三连 投币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